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家庭买不起这样床的人 我们慈祭人就是送到家 这种爱付出无所求 送出去 大家最大欢喜好感恩 我们回收回来的 会来一番的功夫整理好了 现在有用 可以搬去给新的主人用 我们就会很开心 整理好的物 有新的主人可以用 这就是慈祭人 善解有爱 真会要显盖 就是因为大家有虔诚的爱心 他们付出人有所用 我们就很感恩 这就是一种人间菩萨 清净无然的大爱 这样的收 这样的送 这叫做爱 那花了这么多的功夫 不计较 不计较 你有没有受感恩 我们不计较 我们不计较 但是自己很感恩 感恩他接受去利用 这就是很特殊 这跟一般人不一样 这跟一般人不一样 慈祭人跟一般人不一样 那叫做什么 菩萨 这就是佛陀来人间的目的 要向大家说 人人都有灵感 都很灵感 只要有需要的人求 菩萨必应 慈祭人啊 有的时候 众生不需要求 那菩萨自然发挥 大爱去付出 这就是慈悲 喜舍 救苦救难 所以他的名称 叫做菩萨 说来说去 就是人间菩萨 很有灵感 只要众生有求 菩萨必应 只要众生有苦 菩萨一定 一定是动员去付出 所以各位菩萨 舒服天天都是很感恩啊 大家不怕辛苦 愿意付出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远离灾难 一步 多一份善良 海上 分岩 祝ith 应该 使用 稳